那為什麼要在39.7講這個東西 主要是39.8我們要藉由這個式子 動量然後來推導出這個能量與動量之間的關係 其中一個比較有趣的就是 一個是什麼一個是 1.mc 平方對不對 一個是1.mc 另外一個是我們之前在前幾章的時候有推過 一個是1.mc 乘上p 大家還記不記得我們有簡單的推過 推導用光 然後說這個光它的磁場會造成動量的增加 動量就是行進方向的那個運動 然後這個光的電場造成什麼 造成它的能量有沒有 大家還記不記得 然後那光的能量是寫k 然後光的動量是寫p 然後光的能量與動量之間是乘上一個光速表 還記不記得這個推導 那這個今天我們就會 exactly 推導給你看 就是用正確的 就不像上次是一個簡單的一個假設 所以我們要從前面這個section的相對動量 就是高速運行的粒子的相對動量來出發 然後要來推導這個所謂的動能 那動能的話要怎麼算 所以這個大概有兩種算法 我這邊跟你講其中一種算法 那動能的算法的話就是什麼 來計算 然後我不曉得大家還記不記得 就是我們之前在算這個動能等於什麼 等於2分之1mv平方的時候 要大家還記不記得那些變換 其實我們怎麼做 我們是把這個f怎樣換成ma 然後把這個a換成dvdt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然後再來又把什麼 又把這個dx換成這個vdt 然後最後這個時間消掉 就變成是vdv就可以推導出2分之1mv平方 那現在的做法也是一模一樣 就是我們一樣從fdx要來算出動能 那現在對動能的解釋會不太一樣 那這個動能要怎麼算呢 我們一樣是按照剛剛的想法 就是說本來是從fdx出發 那f大概跟什麼有關 f就是這個一樣是p對時間的一個變化量 所以這動量對時間變化量就是外力了 那現在只是說再把什麼 主要就是說你如果把它f寫dpdt 然後這邊寫dx的話 那這樣是沒辦法算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p 你有沒有看到你的p是什麼 p是一個速度的函數 那我看我們是寫u好了 v還是用作那個座標相對運動的v的 那就還是粒子的速度還是寫u ok 所以p本身是u的函數對不對 所以在這邊的話你如果是dx就怎樣 就可能沒辦法計算 所以你要怎樣 你要換一下換成跟u有關就好 所以把它換一下 換什麼換成是u dt然後再乘上dt 然後最後呢再把它全部都換成u的一個函數了 就是再換一下的話要怎麼看 dp這邊變成什麼 變成是u 變成是積分dp 就是dtdt消掉的話是變成udp 但是dp的話你可以講 你看到這個p剛好是u的函數 所以你就可以講 你就可以再把這個p 對u為分 才變成dp du 然後再乘上這個u 原本的u 然後最後還是什麼 還是du 所以你可以把原本是位移 位移的這個問題 x1 x2 有一個積分 然後最後呢 本來是說要進到時間 然後最後到什麼 那個一樣是到達速度的空間 跟我們之前算的一樣 就是 你進到v1v2 然後最後算出這個 從這個v1到v2的動能的變化 2分之1mv2平方前 2分之1mv1平方 OK 那 同樣的道理 我們也可以在速度空間去算 這個 粒子一直加速加到那個u的值的時候 那它的動能到底是多少 所以我們現在算一個絕對動能 絕對動的話你要從速度為0 然後一直到怎樣 一直到最後的速度 那如果你害怕兩個u一樣 你就寫個prime 不過這個是不同的區域 在這邊是一個區域 在這邊是一個區域 寫程式也是一樣 不同區域它的變數是不一樣的 不能夠混在一起 好 所以 下一步就講 下一步就是 一個是要做微分 然後另外一個是要做積分 所以第一步就是把p對u微分 那p對u微分的話 這個也很簡單 就是 因為p的話就等於 p的話就等於這個m乘上u 然後再乘上這個 1減掉c分之u的平方的負二分之一次方 所以 看你要怎麼算 對 我剛剛提到就是說 本來是v對不對 本來是v對不對 但是 我們剛剛算的那個 delta tau有沒有 delta tau的不同 最後插一個gamma對不對 好就是 delta t會變成 γ被delta tau對不對 好 那 呃 我們 在 講 這個 粒子的delta tau的時候 我們是講什麼 是講 站在粒子上面 粒子是靜子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們跟粒子一起運動 所以那個速度 就是你在看的那個座標速度 就變成是u了 有沒有看到 本來是 應該是 有相對論兩個座標對不對 但是現在你那個其中一個座標 是跟它移動一樣快 跟粒子一樣 移動一樣 那就用粒子的速度u 所以最後這個 本來是v就換成了u 好你是 站在粒子上 粒子不動 然後你跟粒子一起u的速度在運動 所以 這o' 就滑到這裡來了 這個就o' o' 就是變成粒子的一個座標 然後這o' 以u在跑 他問你o跟o'有這個相對速度 那上面的時間會差多少 那個γ就怎樣 變成 √1-7分之u平方 沒有啊 就沒有v啦 對啊 因為你現在就是一個相對運動 你現在是誰相對誰 以一個速度在運動 那原本我們就是說 o' 相對於o之間是以v在運動 但是現在是 沒有 那時候o' o的話粒子另外動 你記不記得 對不對 上一節課不是在講那個 飛機 飛機A飛機B那個 對啊 他如果你站在 o'上看的時候 兩個都各自動 你現在是要站在 飛機A上看的時候 飛機A就不動 所以 我們相同的道理 我們站在 例子上看 例子不動 那這個坐標就這樣 就要用u來動 對不對 所以 弄清楚了這個 其中o'坐標是 以u在動 然後o坐標 就是假設靜止不動 那靜止不動 是什麼 是你原本 觀察你在測 那個p等於m1而已 對不對 那但是你反而 這個時間不對啊 他看到時間 你看到時間不一樣 所以你最後要修正一下 這個時間修正之後 就變成m3 就存在gamma 放大 ok 好 所以based on這個的話 第一步你要講 你要把 剛剛的那個 那個 動量 對u 要做微分 那微分的話 其實應該蠻簡單的 就是 看你要怎麼算 好 那 就是左邊纖維的話 就是m m 然後 e減掉 c分之 u的平方 然後負二分之一次方 然後再加上 右邊尾的話 減掉 二分之一 倍的mu 然後乘上 e減掉 c分之 u的平方 的負二分之三次方 然後還要再乘上這個微分 所以是 這個負的c平方分之兩倍的u 所以這邊負號應該會得 負負得正 應該沒有錯 對 負負得正 然後另外這個 兩倍兩倍 我會消掉 所以你可以稍微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變成 這個 等於這個 1減掉 c分之 u的平方 的負二分之三次方 提出來對不對 提出一負二分之三次方的話 那剩下這個一次方 所以變成m 減掉m 然後c分之 u的平方 然後再加上 再加上 這個 m乘上 c平方分之 u的平方 所以 你會看到這個可以消掉 所以反正它都是 很好算 它湊答案湊到 讓你覺得很好算 所以最後這個 p對 u的微分 你就找到了 dp du 那這個是 唯一要算的 就是 你要得到那個 最後那個什麼 我們後來講 1等於cp 或1等於mc平方 唯一要算的 幾個式子而已 那 算完就沒了 所以不用太緊張 所以dp du算出來 變成什麼 變成是 剩下一個m m 然後下面是這個 除以 下面是 1 減掉 c分之 u的平方 然後 2分之 3次方 那再把它放進去做 積分 因為我最後就是要得到動能 跟我從前 在 這個 第七章 還第八章的時候 我們有算過這個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算是2分之 mv 平方 應該還記得吧 對 算法一模一樣 所以下一步就是 把它帶進去算而已 沒有什麼特別 基本0到 最後的速度是 u'而已 然後 把dpdu就帶進去 然後再乘上u 所以上面是mu而已 mu 然後下面畫是什麼 就是 1減掉c分之 u的平方 2分之 3次方 然後最後怎樣 再du 那這個東西剛好什麼 剛好是一個 你可以看一下 它剛好怎樣 它剛好跟 負二分之一次方的微分有關 因為微分以後 這個c分之 u 微分會掉出一個u 本來u平方的 掉出一個u 所以 你就知道你要湊成這個答案了 了解嗎 就是說 我在旁邊算 負二分三次方的微分應該 負二分之一次方 那我們就先把 這個負二分之一次方 微分一下 1減掉c分之 u的平方 的負二分之一次方 如果我把它 微分的話 那會怎麼樣呢 那會得到 這個東西的負二分之三次方 1減掉c分之 u的平方 的負二分之三次方 然後再來怎樣 這是圈弱 再來就是裡面這個微分以後 變成負的 這個c分之二倍的u 所以 你就知道這個答案 答案就是 答案就是 然後乘上一些 這個我好像 還少一個負二分之一 等於負二分之一 然後再乘上 這個的負二分三次方 然後乘上 這個c分之 u平方裡面的微分 所以是負號不變 c分之 u平方 尾分是2u 所以這邊一樣負負的正 然後這兩倍一樣消掉 所以你看到一個c分之 u 這個東西 那 這時候呢 你知道它是它的 微分之後呢 你就是用 用那個 錯答案的方式 就是可以 把這個k把它找出來 就是你最後還是要算 動能到底增加多少 那你把 這個東西整個篩到變化量去 所以它是 誰的變化量呢 它是一個 這個 1 減掉 叫c分之 u平方 的負二分之一次方 這個東西的變化量會得到什麼 會得到一個 乘上 c分之 u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 呃 跟原本的 這個答案是這樣 就 差一個 c平方對不對 所以叫乘上 這個mc平方 所以原本全面的參數是m 然後再來呢 你要乘上c平方 那一乘的話 這個才會這樣 才會消掉了 所以才會變成它的變化量 你可以 找到這樣一個答案 好 那最後就這樣 就是把這個值代入去而已 所以 最後答案是什麼 就是mc平方 然後再乘上什麼 乘上 這個 u'代入去的話 是什麼 是 1除以1 減掉c分之 u' 的平方 然後 二分之一次方 好 然後再 減掉 減掉這個 用0代入去的話 0代入去的話 就是剛好 就是1 所以你看到一個 蠻特殊的一個結果 什麼樣的結果 就是 它答案等於什麼 等於 根號 1-c分之 u'的平方分之 mc平方 減掉 mc平方 所以經過很簡單的計算 這沒有太難 就是 第一步就只是 只是把那個 這個 p對 u 做 微分 我這邊是不是沒有寫得很清楚 p對 u的一個微分 這邊應該要寫dpdu 對不對 對啊 dpdu 那p對 u的微分 結果這種 結果就是很簡單的 變成負二分之三次方 所以這邊算出來 那算出來之後再把 它乘上u之後再積分而已 那乘上u積分以後 其實這剛好很簡單 因為你看到 這個負二分之一次方微分 會跑出負二分之三次方 然後會有2u 這邊有一個u嘛 u就是上面這個 所以就知道說你要湊這個答案 所以就知道它應該是這個東西的微分 那這個東西的微分 結果怎樣 會跑出一個c平方分之一 所以你要講 你要把它乘上一個c平方 這樣子 才會 這個factor才會消掉 所以就變成mc平方跑出來 然後再把這個 後來的速度跟原本速度是0 把它帶去 你就找到什麼 找到這個動能 會怎樣 會等於這個γ倍的mc平方 減掉mc平方 然後就重新去思考 總能量是什麼了 就算出這個來之後 最後就這樣 就是 對啊 就是做出原子彈啊 盒子那個 對 什麼曼哈頓企劃 好 所以 不過這一開始它應該不是 不是為了要做原子彈 好 所以呢 下一步就講 就是重新給總能量 一個新的概念 總能量變成什麼 總能量變成是 定義為 一個 動能 加上 原本質量是一種能量 好 所以把質量是一種能量的概念 帶進來了 好 所以總能量定義為什麼 定義為mc平方 再加上 總能量 總能量定義為 γ倍的mc平方 定義完這樣以後 有什麼特殊性 就是 當我沒有 沒有動 沒有速度的時候 U等於0 動能為0的時候 我還有沒有能量 當然是有 物體靜子也還有能量 這個就是我們說 今天要推導的 一個是 靜子 質量的能量 1 mc平方 跑出來 好 然後他在運動的時候 他只是把 這個東西放大而已 運動的時候 他就是等於 γ倍的mc平方 總能量 好 那他的動能 怎麼算 就是 這個減掉他 靜子的 可是他的動能 就等於 1 1 減掉mc平方 就這樣 可以嗎 所以 新的總能量 不過這個 總能量當然是 不考慮其他的 什麼 轉動的 什麼能量 還是其他的 什麼電能 或什麼能 先不考慮 我們是純粹 考慮 粒子運動 那種動能而已 單純的考慮 這個能量而已 OK 好 那 下一步呢 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下一步我們要 得到的是一個 更重要的一個式子了 就是說 這個 能量 與動量之間的互換 是什麼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有 有兩個式子了 第一個式子是什麼 是 動量其實不再只是 原本的mv 它是會放大 γmu 然後第二個是 是什麼 是 總能量不再 不再是你原本 寫的那個 就是 反正在這裡我們都沒有位能 因為它是free particle 自由式來跑 所以沒有位能問題 那沒有位能問題的時候 那 它的總能量 本來應該是只有k 2分之mv 但是現在說不是 它應該是什麼 它應該是一個 γ倍的mc平方 所以這個是 在沒有位能的狀況底下 本來應該只有2分之mv 可是現在修正啦 當然是 γ倍mc平方 那 當然這邊會有一些 小小的計算 你可能會遇到 譬如說 這個γ不就等於什麼 等於 根號 1減掉c分之v的平方 對不對 然後mc平方 對不對 然後 當v小於小於c 這種一定會 這種題目一定常常會遇到 v小於小細的話 你就用太多展開式 展出來 展開出來以後 答案是什麼 答案你就可以踩到 對不對 這個是 就是 -2分之1 所以答案就2分之1 所以答案就2分之1 所有東西一定要回到 這個古典物理的時候 要正確的 對不對 當v小小細 這就是你原本 原本寫的 這個古典物理的答案 所以一定會幫你答案 湊得好好的 不可能會 不可能會算出來 答案是其他的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算這個了 這是 就是 1跟p之間的關係 那1跟p之間的關係怎麼算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 利用其中一個來算而已 OK 那我們 可以利用 譬如說上面這個來算 所以我們 得到這個 p 等於 p平方 把它平方一下 等於 1減掉c分之u的平方 然後m平方u平方 然後再來我們稍微 位一下 把它 位一下 我們可以得到什麼 得到這個 p平方會 就是說主要是 1跟p的關係裡頭 其實是這樣 是沒有u 這邊你可以看一下 它是沒有u 沒有速度這個東西 所以要把什麼 把u取代掉 所以我現在做的工作 只是把u取代 取代 取代 那怎麼取代 就是怎樣 就是 等下 這裡面也有u 這裡面也有u 那我把u去掉 用成p來代替就好 所以你下一步就很簡單 就是說 接下來把u取代掉 所以這個 移過來變成p平方 然後再來這個 要把u放在一起 這變成是 這個c平方分之p平方 然後再加上m平方 這變成是u的平方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u平方把它拿掉 所以u平方就可以取代掉 那等於p平方 再除以這個m平方 然後再加上p平方 除以c平方 ok 好 那u平方可以拿掉之後 接下來我就可以把這裡面的u 用p來代 那答案就應該可以得到 我們要的那個 1點cp的東西 那下一步就是把這個在平方 平方的話就會得到什麼 得到這個 1平方 減掉 這個γ平方之後把它拿上來 減掉 1平方 然後c平方分之u平方 然後答案等於m平方 然後c的四次方 ok 那下一步就怎樣 就是把這個u平方 除以這個c平方 乘上1平方的這個u平方 把它替換掉了 把它換成這個四次 ok 好 所以變成是1平方 再減掉這個 1平方 除以c平方 然後把這個u平方帶進去而已 沒有什麼特別 就是p平方再除以m平方 加上p平方再除以c平方 然後最後等於 m平方c的四次方 那再下一步就整理一下 就是 這邊稍微一點點複雜 但是 其實沒有那麼困難 稍微整理一下 最後答案就出來了 最後答案是很簡單的 比較簡潔的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 這個 這個右邊等號那個 m平方c平方移過來 然後最後可能要 乘上那個分母 乘上那個分母的問題 ok 那變成是 這邊的話是c平方分之1平方 然後 乘上這個p平方 m平方 再加上p平方 除以c平方 那這邊把c平方乘進去 乘進去變成m平方c平方 再加上p平方 ok 所以就稍微再簡單一點點 就是 上面的話就是 就是 1平方p平方 然後下面就m平方c平方加p平方 那最後一個是 就是把它分母乘上去而已 4次方 4次方 OK 這邊4次方 對 ok 好 那最後一步就是把它乘上去 然後 消一消就沒了 ok 好那就 乘上去好了 乘上去的話你就得到好 第一個是1平方乘的話 這1平方m平方c平方 加上1平方p平方 那這就可以消掉 ok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乘 變成 減掉 m的 4次方 c的6次方 再減掉 m的2次方 c的4次方 p的2次方 等於p的2次方 e的2次方 p的2次方 e的2次方 就先消掉 然後再來c的2次方 可以消掉一個 所以 變成 c的2次方 消掉的話 變成 還有m的2次方 也要 也要提出來 所以這邊有m的2次方 c的2次方 然後這m的2次方 c的2次方 m的2次方 c的2次方 把它提出去 提出去的話 反正它不為0嘛 所以就不用管它 所以最後變成1平方 然後是 等於 把這負號 一到右邊去 等於 這個 c平方 p平方 加上m平方 c的4次方 所以最後得到我要的結果 就是總能量 跟總動量之間的關係是這麼簡單 1平方 等於c平方 p平方 加1平方 7次方 所有 高速運動的 例子 通通都是要這樣考慮 我們後面 下一張就會 就要這樣算 都怎樣 都是遵守這個 通通都要遵守 遵守這個式子 1平方 等於c平方 加上m平方 c4次方 所有高速運動 就是它只要可能接近 0.1倍的光速 或是接近光速的那個例子 全部都要follow這個式子 那 在這裡頭 光子變成是很特別的 它怎麼樣特別 它的 我們上次有提到過 就是所有物質 有質量的 它的速度就怎樣 不可能達到光速 質量等於0的光值 它的速度是等於光速 好 那 你就看到說 這個 所有的 這個 這個 它不能達到光速 但是它很快的這個例子 它都怎樣 它都會遵守1平方 等於c平方p平方 加上m平方c4次方 那 光子呢 光子就遵守這個 1平方等於c平方p平方 這個就是我們上一張 講1等於c平方 所以 我們上一張裡面提到的1等於c平方 還有 從前用到的1等於c平方 就 全部把它解出來 所以 有了這個 動量 跟 總能量的定義之後 那 你就怎樣 全部通通都 把這個概念把它找出來 所以 這個為什麼 這個靜子質量 有個能量 然後為什麼 光子 光子它怎樣 質量要為0 質量要為0 所以 這樣來0之後 這個1等於c平 它的 能量會跟動量 是有這個關係 那這個 關係其實是蠻有趣的 甚至在後來 最近這個時候 就那個 有關石墨烯 這個議題很熱門 對不對 那它也是這樣 它也是 不遵守傳統例子 傳統例子是什麼 是1等於2m的p平方 對不對 那有可能還要再加V 那在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位能底下 就1等於2m的p平方 那光子才會是 energy momentum linear relation 對不對 linear嘛 就是線線關係 那但是在那個 這個 就是 固體物理裡面 石墨烯 石墨烯裡面的電子 不是這個 是 這個 不過它當然不是光束 它是用費米速度在跑 它的 關係可能就是 1 費米速度 然後再乘上一個 它那個電子的動量 OK 所以這個是很有趣的一個議題 就是說 它對這種 特殊的 這個 EP之間 線性關係 都非常有興趣 OK 好 那後面就是一些example 這個example 其實只是告訴你說 這個 職能互換的概念而已 職能互換的概念 然後另外就是告訴你說 這個 新的能量 要怎麼去看它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example 它說 請你找到什麼 找到Proton的 的 靜子質量能量 Proton的一個 所謂的靜子質量能量 就是Rest energy 第一個要問你這個 這個 子子的這個 Rest energy 那你可以算 Rest energy的話 你就去 去查表 或者是你用什麼 你用那個氫來算 氫的話就1克 然後有6.02乘以10的23次方 個嘛 煤末 所以就除以 除以6.02乘以10的23次方 那除出來大概多少 大概1.673 乘上10的-27次方 是公斤 就剛剛是用1克 所以要乘以10的-3次方 那這個 質量算出來以後 就可以算什麼 所謂靜子質量能量 就是什麼 就是1等於mc平方 所以這mProton 再乘上光束的平方 它乘出來當然是焦耳 所以一開始是焦耳 你可以自己算一下 用 用電線去算一下 10的-10次方焦耳 然後再來再換一個單位 就是 除以1.602乘以10的-9次方 大家還記不記得 除以這個東西 1.602乘以10的-9次方 那就換什麼 換成EV 把焦耳換成EV 所以換一下變成 變成是9.4乘以10的-8次方的EV 所以這個只是單位的問題 把質量換成能量 然後最後請你用EV的 電子伏特的單位 來做能量的單位 所以沒有什麼特別 那第二個問題要說 If the total energy of a proton is three times of its rest energy What is the speed of the proton 所以他說 假如這個 最後的總能量 當然你知道說 總能量應該講 應該是γmc平方 他說等於三倍的靜子質量 那你當然可以用這個γ等於3去算 就是說這個根號 1減掉c分之u的平方分之1等於3 你可以算出這個u是多少 所以很容易算 你算一下 u就等於什麼 等於2.83乘上10的80公尺每秒 當然不可能 不可能是3乘以10的80公尺每秒 因為所有粒子不可能加速加到光速去動 然後第三個問題要問什麼 問說這個 Determine the kinetic energy of the proton 那更簡單的 就是 就是怎樣 就是 1等於k加mc平方 所以肯定就剩下兩個 所以k就等於2倍的mc平方 那你就把它乘以2就可以算出來 你剛剛1倍是9.4乘以10的80公尺 乘以2倍就可以算出來 就是1.88乘以4的9次方 ok 所以這邊只是告訴你說 新的想法是什麼 新的想法就是什麼 就是 動量要怎樣 要乘上gamma倍 總能量要怎樣 要乘上gamma倍 但是是什麼 是用靜子質樣能量 來乘gamma倍 那這乘出來以後怎樣 裡面是包含兩個 一個是靜子質樣的能量 一個是怎樣 動能 它被加速到那個速度以後 它所擁有的動能 ok 所以最後一個問題 問題是問你它的 proton的momentum 那這更簡單 就是 因為你知道gamma等於3倍對不對 這邊最後一個問題 他說問你 這個動量呢多少 那就是gamma mu嘛對不對 那gamma是3倍 那u也算出來 質量把它帶進去 就可以算出 這個動量是多少 所以 這一張 的重點就是39.8 我們就了解到 這個 第一個當然就是 你要稍微推導一下 就是說 你從 這個什麼 這個 動量 等於gamma倍的mu 可以推討出這個 新的總能量的概念 我們本來就推討 總動能 總動能 你會發現到說 它的答案是 gamma mc 平方 減掉 mc 平方 所以我們就 重新定義一個 什麼 定義一個新的這個 定義一個新的這個 總能量 那新的總能量 變成是 gamma mc 平方 變成新的總能量 的概念 ok 那後面呢 就可以講 利用 這個 新的總能量 等於gamma mc 平方 新的 動 動量等於gamma mu 然後就可以推導出 什麼推導出 1平方 等於 c平方 p平方 加上 m平方 c四次方 好 就這樣子而已 ok 那後面的話 下一個是什麼 是 呃 就這樣 製作